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格力量方面加分始终是我为数不多的恶趣味之一 有些鸟来到世间 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 而不是专门躲枪子的 至少要尝试一下创业的感觉 是很爽的 有思想的人到哪都不太合群 通过实现理想 让人相信实现理想是可能的 通过改变世界 让人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 注意最后一条才是关键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当你试图放弃一个你所知道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希望你能再看看这句话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的我的奋斗 这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除了在思想和知识界这两界以外呢 这本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好边如潮的 老罗最近很焦虑要开始拍他的第一部短片电影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 但是剧情的话可能就先不能剧透了 是个喜剧片肯定是 20304年的时候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一年 导演系都进修班 所以我当时跟我的学生叫嚣我说我要拯救中国电影 如果这个拍的成功就继续拍 如果这个拍的不成功就潜伏几年再重新 吃饭前他说我很焦虑要吃点好的 吃完后他说我现在觉得我更加焦虑了 有可能会演一个什么猥琐男之类的配角 老罗片子Dline即将到来 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种人生中几次才到罢便的时候的感觉 参加一个发布会时 老罗不停地流着汗 他说所有形式的东西都觉得特别别扭 而且我觉得哪都热 永远很热 这句话可以让他自己来说 还有就是我觉得哪都热 永远热 幸福就是想拍电影的时候就有机会拍电影 我觉得就挺幸福的 幸福就是想拍电影的时候就有机会拍电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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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